再来看一下这颗风车茉莉 那么给它打了顶之后 这两个新长出来的枝条是越长越快咯 这个时候它们对营养的需求就非常的大了 当时我只给它埋了这个长效肥 在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最好还是要给它们喷一点这个素效肥 刚好这几天这个气温又降下来了 没有太阳然后又是这个大风大雨挺好的 这样的天气还是很适合施肥的 因为这一盆它不是在室外可以淋到雨 如果在室外能淋到雨的地方 下雨天最好不要施肥 因为这个雨这样灌下去 这个肥是很容易被冲走的 这也是室内养花的好处 现在就去给它们配一点这个醋苗营养液来 让它们长得更快 还是这个两分水 放两瓶盖这个醋苗营养液 给化湿肥 最好吃这种速度 素效肥的话 最好就是这个浓度低一点 尤其是像现在是这个夏天 先给它喷叶 像这种生长旺盛期对肥需求量很大的话 一个星期左右就要给它吃一次 因为这个风车末里它的生长速度真的是很快很快 当然前提是你的这个肥水要充足它才长得快 如果肥水不充足你想它长得快也是满满的 天气太热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给它施肥 那夏天施肥就要是跟我一样选择这种比较凉快的这种温宜天然施肥 容度要低 宁愿薄肥勤施 也不要施的这个肥容度过高 否则是很容易烧灭 再往这个土里面也 喷一点 这样就给它施好肥了 我发现这颗风吞茉莉 自从我对它越来越关心之后 长势 这个叶子都绿油油的 长势很好 所以这个花可能还是知道的 你对它好 它也会对你好 好了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